鲜嫩的鸡肉和香甜的米饭 我愿称之它为美味炸弹 新鲜的鸡腿去骨 鸡肉上扎两刀 断掉鸡肉的筋 让鸡肉更好入味 鸡肉上划两刀 防止煎制的时候收缩 但千万不要划到皮 看吧 表面这个皮还是完整的 擦干鸡肉表面的水分 一点点盐和黑胡椒 腌制在肉的表面 皮的那面不用腌 冷锅来一点点的底油 开火之后直接下锅 手边随便找一个重物 压住食材 这也是借用了 义式砖头机的做法 知道的扣个一 大约一分钟后 检查一下鸡肉的状况 鸡皮就是这么的金黄透亮 漂亮吗 给鸡肉翻面 再煎15秒 煎好的鸡排取出 另一块也是一样的操作 煎好的鸡排 已经可以闻到满屋的香气 接下来就是大家更喜欢的 不要洗锅 一点点姜葱 煎出香味之后 再来60克的清酒 顺便带下所有锅底的焦化层 60克味淋 60克日式酱油 最后再来两勺白糖 融化一下酱汁 加一点点的清水 下入鸡排 小火微微让酱汁熬一熬 一点点白芝麻 淋上一点酱汁 取出 切成长条 铺在米饭上 最后再来一点点小小的装饰 浓郁多汁 好吃到爆的照烧鸡排 完成 我真的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个大家随便整一整就非常好看 简单又有食欲 赶紧动手试试看吧 专门 ór揹 4 4 9 4 2 masks 比